你看 雞油 有沒有雞腿呢 有沒有 塞滿破 其實這個雞它 我根本不用什麼破耶 你用力一點 它就整個都化開了耶 拆雞啦 拆雞 我們來吃雞吧 來 我們吃雞 梅子雞 有沒有 這個雞油醬的味道 一聞就覺得下飯 下飯 因為它那個顏色 感覺就很棒 濃醬香 你看 是雞油 有沒有雞腿的 有 有喔 你剛剛做的梅子 應該在它的肚子裡面 他們說腸在肚子裡 所以放了很多顆梅子 有沒有 塞滿破 其實這個雞它 我根本不用什麼破耶 你用力一點 它就整個都化開了耶 都是梅子 還有辣椒 它是哪個梅子 來 碎頭 有沒有 就稍微一用力 它就怎麼全部都剝開... 你看 像這個翅膀 我只稍微用力一點點 它肉就直接就這樣分開了耶 哇 不知道是不是受家裡的影響 我們家不管吃什麼 都要加醬汁 它吃的醬汁很濃厚耶 你說它的醬汁嗎 哇 拿吃這個袋子 醬的味道很重 但是梅子的味道 沒有蓋過醬的味道 肉質也非常鮮嫩 好耶 好脆喔 因為真的 那是它裡面塞很多香料 甚至有蒜頭 其實就已經很棒了 但它也是塞了滿滿的蒜頭 跟辣椒 洋蔥之外 那個梅子 它好像是一個 一個... 會統整大家的一個領袖 然後把那個味道 全部都發揮出來之後 你再吃的時候 那個酸甜的味道 跟那種蒜頭出來的味道 而且蒜頭 也有那麼明明的桑桑 加起來 好香喔 我來吃別的 好 你要吃什麼 甘蔗新草 山豬肉 山豬肉 它吃起來口感跟豬皮有點像 它有加一點沙茶 口味的層次滿多的 而且那它吃到肉就不用怕 它的口感就是脆 然後會有淡淡的甜度在 然後沙茶味道很濃之外 剛好你這樣吃 你就會覺得說 會不會像在吃筍子一樣 有時候覺得這邊 有類似分布的地方 你會覺得它會不會粗粗硬硬的 但完全沒有 它整個口感就是脆的 這個也是白飯沙茶 只要一點點喔 很嫩 味道你就可以把那個飯直接發光了 但這個梅子雙拼 就建議大家這樣子 這個是梅子嗎 對啊 這也是用梅子去拼那個 野菊跟山谷瓜 山谷瓜就是山谷瓜 我發現生梅的酸跟甜 配置山谷瓜的口味 就是說這種東西 本來就是一定會帶苦 可是你要把它弄得好的話 就是那個苦 後面會有半滴的那個味道 還有呢 鹽子魚 不多魚 你看好多喔 魚油耶 對啊 而且在這邊的菜 這裡的丹鐵很大是嗎 丹鐵有 那你補一下就補一下 定一下 哇 南丹山喔 哇 你的生坡是這樣子 但在這邊就是這些菜啊 其實最好大家來吃的話 最好還是預定 因為他們最主要都是 跟小黃合作 最好是預定會比較保險 但你看這個 哇 滿滿的亮晶晶的 就像剛剛一撥這裡 哇 感覺就焦濕很酷了 我好興趣 我把它加上兩隻粉 這樣 但這樣吃下去的時候 它的肉好嫩喔 這個是不錯的 醬式的飯條就不錯了 好 好 可以 百搭梅子醬 你這樣一撥我覺得很不划算 什麼意思 中 百搭梅子醬 然後就拋我一撥 不是這樣多講一點嗎 對啊 我很難中 我是日式中藥 這家人真的很好吃耶 哇 接下來我們要喝 剝皮辣椒 這個湯裡面料得豐富 有剝皮辣椒 有高麗菜 有枸杞 再往下挖是不是會有 蓮子啊 紅棗 好爽